接下来我们来写商品的修改页面 这个页面的这个接口 商品修改页面的这个页面的接口 它需要的数据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接口文档 它要求哪些 然后我们再对照着那个页面 我们去分一下为什么要这些 首先这个接口文档上 它的参数是不需要的 然后反而是它的定义的路由 这个路由写的比较特殊 复的请求 然后呢到 这个应该是复的还是什么 好像不应该是复的请求 这个是到到我们空中性 是到一个ed的方法 所以它是按照我们定义的资源路由 按照我们的资源路由这种定义方式 它是请求到 我们应该是get的请求 这里我一会儿改 应该是get的请求 它是请求到呢 我们具体的某一个资源 或者某一个空中性下 然后呢传递一个id参数 在最后加一个斜杠edit 然后呢去访问到我们对应的edit方法 这是我们框架当中的这个资源路由 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接口呢 就得用到这个edit这个方法 去获取呢 这条数据 获取这个商品相关的数据 所以这里应该是 这里文档上 写的有问题啊 get了 get的请求 然后呢 请求到这个地址之后 它需要的数据 返回值里面就要这三个字段 一个是固子 代表里面是商品的信息 一个对象 一条商品的数据 然后它有一个category 对这里这个category呢 它是分类信息的一个集合 就也是一个大的数组 是分类相关信息 然后这个type呢 是模型相关信息 也就是内型 商品类型相关信息 那具体里面放的是什么 这个固子呢 就是商品的一条数据了 第一个对象 然后后面的category category这个结合里边呢 它需要有 category 1 category 2 category 3 要有这三个 这三个又分别是什么 category 1呢 是所有的一级分类的数据 一个数组 它所有的最顶级的 那个一级分类 然后category 2呢 是商品它所属的 这个一级分类 商品它本身是属于 一个三级分类的 但是它有个上级二级的 它有个上级是一级的 它所属的这个一级分类下 它所有的这个二级分类 这是category 2 category 3呢 就是它所属的二级分类下 所有的三级分类 所以这是分类相关的呢 会有这么一些数据 那具体其中的 这每一个集合 每一个集合当中的数据 我们需要的是分类ID和分类名称 每一个分类要的是分类ID分类名称 那最后的这个type 这个商品的类型 这个信息 它里面需要有ID 要有这个type name 完事了 可以了 好 那个固子的呢 就是商品表的一条数据 列在后边 但这里面它也需要有呢 这个商品 它有它所属的这个分类的信息 有它所属的这个模型的信息 有它的一个相册图片 有它的这个STC固质质 贵格商品 会有这么一些东西 那后面具体到category 到这个呢 它里面有 这是它所属的分类的信息 然后呢 到它的相册 到它的 规格商品的集合 再到其中呢 这个type 是它所属的模型 它所属的这个商品内型下 又有ADTRS和SPCS 所以这一块的话 就对整个这个商品来说 这个固子这一块 我们要的这个固子 这就是我们刚才 带大家写的那个详情页 所需要的那些数据 这里都要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它还多要一些东西 还多要一个分类的 这么三个小数组 合并的一个大数组 还要呢 这个模型相关的那些数据 它这里还要单独 需要一块 那这个为什么要这些 我们来看一下对应的页面 到页面上 修改商品 为了显示这个页面的话呢 首先商品基本信息要有 所以查商品的这个名称啊 价格啊 这些基本信息 然后呢 商品所属的分类 你看这里要 要显示这种效果的话 这是比较完美的一个效果 就是呢 商品修改页面 我们先把这个 三级联动的效果 需要有 但是呢 我这个商品本身 我添加的时候 给它选择了 它属于手机这个分类 所以我得把 默认的 它所属的分类给它选中 那所以这个 所有的三级分类里边呢 我选中的是手机 默认选中的 然后呢 它所属的二级分类 是手机通讯 默认选中的 所属的一级分类 是这个手机运营商数码 也是默认选中的 那为了显示这个效果 我们除了去查询到 商品所属的 那个分类之外 还得查询到呢 你看 根据它所属的三级分类 找到它所属的二级分类 找到所属的一级分类 那首先 页面上要展示 所有的一级 所以我们这里 需要查询 所有的一级分类 做一个下单的表和展示 它可以去改 它可以重新选 然后呢 由于选中的是 手机运营商数码 那所以第二个 默认选中效果 这个下单的表 就要显示 它所属的 这个一级分类下 所有的这些二级分类 其他的不用展示 就它手机运营商数码 这个下方的二级分类 展示一下 那由于又默认选中了 这个手机通讯 所以呢 它所属的 这个二级分类下 它的三级分类 又得都查出来 做个例表展示 所以我们结合文档上 要求的 这个Category的信息 就是呢 这个Cat1 Cat2 Cat3 这三个 就为了做这个下单的表 展示这么三个数据 然后呢 后边的 还有一个 那个Type的 那个商品 商品类型 它所需要的数据 其实这里就是一个 这个Type是它 模型的信息 我看看这个是放在哪 放在这 模型的数据集合 就是一个ID 一个TypeLim 这就是它所属的 这个ID和TypeLim 这个信息 我看是不是 后边是不是有 这里边好像是有的 好像有 那这里应该说的 这个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模型 这个Type呢 是一个集合 是一个模型信息 集合 它是要求什么东西呢 它并不是说是商品 所属的 这一个模型 而是呢 所有的模型 是需要在我们这个 这一个 这里也是一个 下轮力表 下轮力表 也需要展示的 也是要把所有的模型 列出来 在这展示 那这里 它只需要一个ID 和一个 那个名称就行了 当你如果给它 重新切换这个内型的话 切换这个模型的话 比如从云南手机 你选到一个坚果 或者一个电脑 这个时候呢 前端页面上 它是会去发送 一个Ix请求 要去呢 根据这个typeID 根据模型的typeID 再去找到 模型下边的 这些规格呀 这些属性 还得去发个请求去查 所以我们这里 页面展示的时候呢 就需要获取到 所有的模型 它的ID 和这个type内容 所以我们多余的几个数据呢 都是为了这个下轮力表 为了它下轮力表 去展示的 去查询 剩下的东西 都是呢 商品的基本性线 商品的基本信息 然后呢 商品它所属的分类 商品它所属的品牌 但这个品牌的话呢 应该是查询 它所属那个分类下的品牌 也有个下轮力表 然后呢 这些都是商品表的数据 到相册 那这里要查询呢 那这里要查询呢 原始的相册图片 查询这个 它原来添加过的 这些相册图片 那查询出来展示 然后呢 后边的展示的 这个商品模型 这一块 那 最下方的 这些呢 是它的那个 规格商品的组合 就是它的SQ 所以需要查询到 它那个SPC 固子那张表的 它的所有的组合 在这列出来 那然后前面呢 还要展示呢 是它这个 所属的类型下 它的规格的名称 然后呢 它的规格的值 都要展示出来 然后它的属性 属性的名称 展示出来 然后这个商品呢 当时给它选过哪些 就选过它有黑色 有白色 有这个全网通 就是四级的 四级和六级的 像这几个的话 选中过的 这些也是根据呢 它的SPC固子来的 它选中过的 产生这么四条级路 这里面有黑色 有白色的 所以黑色白色是选中的 然后呢 这里面有全网通 四级的和六级的 所以这两个选中的 然后这个商品呢 它还有这个属性的值 这个属性值呢 是放在商品表的 有一个固子 ADTR那个字段 我们存的是一个大的 这个JSON格式的字母串 直接存了一个字母串 所以在这个字母串里边 就能够取到 它的这个属性名称 它的属性值 它的属性名称 属性值 我们就编这展示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这个商品的 修改页面啊 它所需要的数据 还是非常多的 好 所以我们这里要跟 按照这个文档的说明呢 去进行查询 商品 分内和type 然后商品里边呢 我看看好像这个品牌的 它是怎么 好像也没写啊 这个品牌的这个手段上没写啊 我们也给它加上了 我们一会查的时候给它加上 品牌也得加上 好 那整个呢 这个查询的步骤 这个修改页面机口啊 需要查的数据 我这里也列了一下 首先是查询商品的基本信息 然后呢 查询商品 它所属的分内 这些都是属于用那个关联查询 用关联模型 查询商品基本信息 查询商品所属的那个分内 查询商品的相册图片 查询商品的那个SQ 就是它的规格商品 这个集合 然后呢 查询它的所属的那个模型 所属的模型的信息 就是所属的内心的信息 然后呢 应该这里还有一个呢 它所属的品牌 所属的品牌信息 这个我们加上啊 然后呢 是查询那个分内 查询分内的时候呢 是所有的一级分内 然后呢 所属的一级下的所有的二级 它所属的二级下的所有三级 都得查 然后还要查询呢 它所有的商品模型 那这最后还有一个呢 是 再加一个 查询呢 这个所属的 所属分内下的 所属分内下 那所有的品牌 我们要一个ID 要一个品牌名称 这个name 这是要查询的所有的数据 那然后我把那个接口文档 也完善一下 这里面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 还要有一个品牌 还要有一个品牌 下方插入行啊 一个brand brand啊 这是所属 所属分内 的所有品牌 所属分内下 我看看所属的分内 所属的分内下 category 这个category里边 我看后面写没写 category里面应该是有品牌啊 category 固子 固子里面呢 好像没说明是吧 固子category category category里面可以加上那个品牌的话 分内名称 所属的分内 所属分内下在这下啊 brand 这个我们可以用观点查评 这是分内下的品牌 那这个就不要了 那我们在笔记上查询的时候呢 就是在查询所属分内的时候啊 在这儿 还有一个 这个brand 啊 就是呢 就是呢 查询所属分内下的所有的品牌信息 那这是呢 分析过呢 我们要这个接口啊 要查询的所有的这些数据啊 比较多 那这样我们实现的时候呢 就是找到具体的这个方法 然后一步一步去查询啊 找到edit这个方法 查询商品的相关信息 商品的基本信息 然后呢 要查询呢 这个分内的信息 还要呢 查询这个模型的信息 我们叫商品内型啊 查询内型的信息 主要是分为这么三大块的信息 那商品的信息里面呢 是东西最多 得用到呢 关联查询 关联模型的查询 然后分内信息呢 这个分内信息查询的时候 它得分为呢 这个所有的一级 然后呢 所属一级的二级 然后还要呢 所属二级的三级 查询三部分 最后内型呢 就是它所有的内型 那首先我们查商品的 这个Dora Goose 等于 app common model 首先查商品的一条数据 根据传过来的一个DoraID 查商品商品的一条数据 然后呢 得用到这个Viz 那就把我们刚才呢 写那个商品详情 一门接受的时候 把那些东西呢 再写一遍 要查询商品的 它所属的分内 category 查询它商品所属的这个 品牌 brand 查询它所属的那个 模型 type 不太过 但这几个呢 我们都取了名字 ro 然后后面 后面 后面东西啊 还要继续查 有它的商品的那个 相册 goose images 有商品它下面的 所有的规格商品 spec spec goose 所以这几个呢 观念查询呢 我们直接看商品的模型 到商品的模型 我们定义好的 有这个category的肉 分内的信息 有这个brand的品牌的信息 有这个type是 内型的信息 后面是goose images spec goose 然后这里面呢 得用到欠套查询的 还得用到欠套查询的 还比较多 但是我们一次在这里 只能写一个 欠套查询的只能写一个 其他的不会生效 那所以这里要欠套的呢 会有这个分类下 有所有的品牌 分类下的所有品牌 brands 然后还要有呢 这个type下的 type下呢 它有这个sps 有呢type下的 这个attrs 然后这个sps里边呢 它还有一个 spec values 比较多 啊 这是欠套 关联 这个type多 啊 那只能写一个 只能 写 一个 这怎么写的有点长 欠套关联太多 我们只能写一个 啊 写一个的话呢 那我们就干脆把那个 和type相关的 还是单独再查一次 啊 我们把前面的这个category root 这个呢 改加上 啊 就把它写在这儿 这是查询它的所属的分类 所属分类下的所有品牌 啊 再查它所属的品牌 然后呢 它所属的模型 这个这个就不需要了 这个我们单独查 啊 然后呢是它的相册 它的规格 规格 规格商品 好 然后查第二次的时候 这里再去查它的所属的这个类型type 啊 所属的这个type 那就用呢 abp comment model 固子 啊 type 啊 type type 位置 它所属的内型呢 应该是固子里边有一个呢 这个type下标id 插一条 好 然后加上呢 这些嵌套的查询 啊 这些呢 关联的查询啊 有一个specs 有specs的spec下位线啊 venus 有一个的attrs 不能加控制 啊 这是内型下的 内型下的规格名称 啊 内型下的规格名称 对应的规格值 还有内型下的属性 啊 好 然后把这个查到的数据呢 我不用这个type了 不用type变量了 我直接放到那个固子里边去 加一个type 直接放进去 好 然后前面这个固子里边呢 还有几个名字呢 我需要改一下 那个category的r 我需要改成呢 就是category 肉 然后有这个brand的肉 改成brand 就没了 然后呢 把它们得删掉 unset 上面这个 这是更改这个读音的名称啊 这是呢 单独查询所属的这个分类啊 所属的模型 集呢 集 第一个呢 这个规格 属性 等信息 然后也放到固子里面去 这样就把商品 商品相关的这个数据呢 就都查到了 这是呢 这和我们前面的那个 详情的查询呢 是一样的 都一样的 然后我们继续再往下找 就是在分类的信息啊 查询分类信息呢 要查所有的一级 所有一级的二级 所有二级的三级 这里面所有的一级的话 最好办 啊 因为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条件 直接查所有的一级 开在外 从分类表 Herman model 这个category 分类 直接去所有的一级 它的乌尔条件应该怎么写 我们三级的分类 查最顶级的 pid等于0的是最顶级的 pid等于0的 或者说 我们有那个nevo字段的话 你用nevo等于0的 nevo表示级别 nevo012 0是1级的 1呢就是2级的 2呢就是3级的 你用nevo等于0也一样 我们用pid等于0也是一样的 都查到所有顶级的 这是k的1呢 没问题啊最快 但是后面的那个 所属的二级 就是所属一级下的二级 那我们得首先找到 它所属的一级分类的id才行 找到它一级的id了 我们再查它一级下面的二级 就查一级下面的子分类 那这里 那这里它的所属的一级 所属的这些二级 这几个id从哪来 我们看一下首先商品表 商品表本身 它和分类相关的是哪个字段 k的id 对吧 它就有一个k的id 而且这个k的id呢 是关联到最后的那个三级分类的id了 所以我们现在得根据这个k的id 先找到它对应的三级分类 但这个查询呢 我们前面已经查过了 就这里它关联的这个category 这是它所属的那个三级分类 它里面就会有 查到的就是这样一条数据 比如说它的我们那个手机 72的 就这样一条数据 在这条数据里边 怎么找到它所属的那个二级和所属的一级 所以pid的话是它所属的二级的对吧 三级的pid就是二级 那要找它的一级的话 找它最上面 它所属的一级分类的话 你要么就是从这个pidpass里面去找 对吧 取这个中间这个二 或者说呢 你把这个71拿回去了 你再去查询71的这条数据 再取它的这个pid 12 但我们这里最直接的就是取呢 72里面的pidpass 这本身就是记录的它的祖先 它有哪些祖先 所以我们需要拿到这个字段 但是这个字段它是0下方线2下方线71 是这种样子 我们要取到你们的2和71 怎么办 用下方线隔开的 我们再把它呢分割成数组 只要是多个数字啊 中间用符号不开的 不管是用的下方线呢 还是用的逗号呀 还是用的什么东西 都一样 你都可以用把它用这个中间那个符号 分割成一个数组 把字号上分割成数组 然后你想要哪个下标 你就取哪个下标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里有三个下标 0123个字 你就取那下标为1的 下标为2的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还要呢 对这一个 查了之后啊 取 从商品所属的 所属的这个呢 三级分内的这个PID PASS中 取出呢 取出所属的二级 二级ID 和一级的ID 得做这么一件事啊 那商品所属的分内 是在Dollar固子里边 有一个Category 我们改过名字了 叫Category 它里面呢 会有一个PID PASS 会有这么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呢 得把它用一个下滑线 给它分割开 所以对它呢 做一个Explode 中间是一个下滑线 把它分割成一个数组 这里这个数组呢 我现在给它取个名字呢 叫做PIDPASS 其实它已经是一个数组了 然后那个ID的话 这里面就有一个Dollar PIDPASS 下标为1的 最下标为1的 就是我们那个1级的ID 然后呢 它那个下标为2的 就是它的2级ID 下标为0的 始终是个0 那个我们用不上 它只是出于那个格式的要求啊 所以它前面有个0 这是那2级的ID 那现在我们要查询呢 查询所属的1级 所属1级的它的所有2级 那就是Cat这个2 查询的条件 用分内表 污染条件 还是用PID值 查它所属的1级的所有2级 我要查的是所有的这个2级 条件就是PID呢 是不是应该等于它1级的ID 对吧 2级的PID等于1级的ID 所以这是2级的这个PID 后面值0变了 变成1级的ID PID pass1 好 然后再来查询呢 它所有的 所属的1 2级下的 它的3级 3级啊 好 那就得查呢 这是下标为2的 PIDpass是2的 好 但是这样写啊 它有个前提 就是呢 我们的这些数据啊 你都要是正常的才行 别添加一些那个错误的数据 比如说你添加了一个3级分内 结果呢 它没有这个PIDpass 那肯定不行啊 这种数据呢 那我们在这它就会爆错了 因为它把它 你如果这是个空的 空的呢 它用下一些分割成数组 啊 它里面就 里面就没有这个下标1,2了 它里面就一个值 就是个空的 所以 所以前提是这个分内的数据啊 要是正常的 好 然后查询到呢 这是3 开到3 这是分内的数据 我们就都查到了 三个 那最后呢 查询所有的内型 所有的 所有的内型 那就我们这个多了 type 等于 app comment model type select 直接查询所有的内型 那这样我们就查询的是 三大部分的数据 一大部分呢 是商品本身的 我们分了两次 查询到商品本身相关的数据了 然后再查询到呢 分内相关的 有所有的一级 它所属一级的二级 它所属二级的三级 那都是三个二位数据 三个例表 那最后呢 查询到所有的内型进行 那然后再返回 返回数据 那现在返回数据的时候呢 东西比较多 我们需要自己组装一下 得到一个大的数据 再返回 所以我先定义一个 比如一个dola data 这个数据 最后返回的时候呢 dola race的ok dola data 然后这个都是dola data当中呢 它要求的这个字段 就按照结合文档的要求来 首先有一个固子 它的值呢 就是我们前面查到的这个固子 然后其中有一个category 分类 这个category呢 又要求是一个数组 结合文档上要求 这呢 它是一个数组 一个集合 它里面又有呢 cat1,cat2,cat3 所以呢 这里再去写呢 有个cat1 就是我们查到的cat1 对应的呢 对应的呢 还有这个cat2 cat3 这是分类的一个数组 最后呢 是那个内型的 内型type 这也要是一个大的数组 所以type 它的值 刚好就是我们前面 查到这个dola type 查多条 也是一个数组 那这样就把所有数据呢 就组装到一个大的dola data 里面去了 再返回 这就是接口它所需要的 测一下 我们测一下这个效果 64 61 就是61这个商品 访问的时候呢 get请求 在这个取一条数据的 我们加一个editor 固子 然后呢id 然后呢是editor 访问到我们editor的方法 看一下 首先看最外层的固子 category type 没问题 然后category里边呢 有cat1 cat2 cat3 那每一条 这个每一个分类里边 它都是一个二部数组 里面有一条条的数据 没问题 所以分类没问题 再看后面的这个type 这个内型 这个商品的内型 一个二部数组 里面有呢id 有type name 没问题 最后呢我们看这个复杂的 就是这个商品 有商品的基本信息 有这个 这是它的属性 一个接层格式 里面存到它的属性 里面存到它的属性 再呢是它的分类 它所属的分类 分类下 id 名称 然后呢 分类下的品牌 不然子 它所属的分类下的品牌 这个就是用在呢 我们的修改页面 它所属的分类选中了 那后面就应该有呢 品牌的例表 把分类下的例表呢 给它品牌的例表展出来 分类下的品牌 这个好像还比较多 直接折叠一下 然后呢 后面这个brand 这是整个商品 它所属的这个品牌 它的信息 它所属的呢 是表示id13的 是这个apple这个品牌 然后商品 它所属的那个模型 这个类型 是手机这个类型 手机内型下呢 又有SPC 是它的规则名称 SPC里面 又有SPC Values 是它的规格值 颜色 你们黑色 白色 红色 有它的版本 版本这个规格名称 对应的值 然后后面有属性 属性的名称 它的可选值 这也是属性名称 它属性的所有可选值 有哪些可以选的 最终这个商品 它真正 它的属性名称 属性值 是放在我们商品的商品表 那个json字符串里面 就这里是它呢 它原来的数据 有哪些可以选的 然后呢 是这个相册 像图片 但这个商品 它没有图片 所以这里没查出来 然后它的规格商品 这个sq 有这么几条 完成了 就所有数据都在这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接口的 修改的这个页面接口 它所需要的数据 会比较复杂 那这个数据会比较复杂 我们最终在页面 如果自己去写这个页面效果 也会比较复杂 我昨天写了一晚上 写了好久啊 把它整出来了 那个页面比较难弄啊